第凌曲第二季开播 但似乎女主的人选一直是个名 楼兰女王与张天琪之间有着跨越千年的羁绊 心上线的补心蛮各是张天琪的青梅竹嘛 令人虽然没有那么多温馨的感情 好歹也是自幼就像似的 在休闲的盗墓路上擦出点火花 根本就不足为己 只可惜了 那痴情千年还付出性命的女王 而素选英 这么角色的塑造 也给人一种很是神秘的感觉 她一开始对张天琪的好美的说 可是后来 有对张天琪不管不顾 害得张天琪悲困目中 前后举止异常不搭 又是个活了千年的不死之身 怪异之处频频显露 素选英这个角色的感情应该比较复杂 她对张天琪既存在爱慕又有着恨意 想来和这不死之身有一定关系 新一季的南疆剧情是迷雾重重 古兴满这位公主出现 让剧情多了些活力 而素选英则是 接着上一季的剧情的使命 恐怕是继续向张天琪复仇了 据素选英的经历来看 张天琪在心灵以前 很可能是个渣男 一边和楼兰女王你浓我浓 一边又和素选英交缠不清 只是楼兰女王好像一直不知道实情 素选英也苟活了千年 其中的事非要永远过于复杂 至于张天琪最后的结局 想来素选英不会下杀手 不过也好不到哪去 大家觉得素选英会怎么做呢 感谢观看